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到新聞聯播 我們會講講兩岸國際消息 第一宗話說如果大家有印象 之前有一宗手機程式的間諜案 叫做飛馬軟件發生 現在有一個最大的受害者就抱頭 話說西班牙政府在昨天當地時間表示 首相佩德羅桑設施和國防大臣羅伯斯 電話就遭到以色列的飛馬軟件 外部和非法的竊聽行動 因為這個軟件只能下載到手機 允許入侵者看消息、數據、相片、聯絡人 和監視手機用戶 並且可以遠程擊掛他的麥克風和鏡頭的功能 據國際特赦的組織表示 這個軟件已經入侵了全球五萬部電話 他當時在多倫多大學網路安全的項目 他在4月時發布這個報告 知道有很多加泰羅尼亞的分離主義分子 在17年至20年間被以色列的軟件監視 我相信 其實你好奇心都很低 是 你只讀了新聞就算了 你沒有想過這件新聞的內容 或者沒有滴煙去找一些這樣的事 你如果看這件新聞的時候 你最重要是想做什麼 你最好奇心的 就是你會立即煩起第一件事 你會煩起什麼 看他有沒有上網 想到什麼 有沒有想找一些色情網站的那些 色情網站和你的新聞有什麼關係 那是什麼 這個沒得賣嘛 現在這間軟件公司生產都非買軟件來的嘛 這件這樣的東西 原來隨便可以監察 你監察你的女兒買歐老 這樣都可以的 你明白嗎 這個他現在生產 他不是國防部的 他是軟件生產公司來的嘛 買這個人有賣多少錢 你當然要問一下 立即 是不是 是啊 對啊 你以為這樣選得出來 你有沒有好少數的奇心 一來就這樣 喂 整個都好啊 這樣嘛 這樣嘛 如果賣三兩千元 整個都好啊 如果這麼容易去 對不對 就是之類的東西 怎麼搞的 這件事 我有沒有被人hack 這樣嘛 這件小事 就是周時被人hack 就是 OK 德國首相 那個手機都被人hack 你便要我偷聽 但是那些是一個間諜級的東西來的嘛 就是CIA做的嘛 這個是以色列公司 NSO生產的 飛馬軟件 那你就好奇 立即要找一下 這件事 如果好奇 看看這件事 究竟是不是現在有賣多少錢 我們會不會賣給我們普通人 才是新聞是中心的嘛 嗯 那件事 對不對 是 這件事會影響到我們 我們去買的 或者被人買了 hack我們的嘛 而且on的時候 究竟是怎樣on法 究竟是不是那些人拿你的手機 借你一分鐘就已經搞定了你 K.O.了你 究竟是怎樣搞法 這種狀況 是不是啊 而且下載手機的情況 就是 就是 那件事是 我們切身相關的嘛 是 明白嗎 那時候啊 在大陸給那個人 騙我啊 不是騙我 他是什麼的 就 做了個 hacking 總之 他說 你 偷聽了你所有的電話 嗯 偷聽了你所有的電話 他就示範了一次給我看 就是在你面前 他偷聽了我 偷聽我的電話 OK 他有一部偷聽手機 你隨時可以tack入任何一部 都可以tack的 但是我立即買一部 但是 後來我發現那部 就在大陸中用了 但是我就 install 了香港 所以已經立即 沒辦法能夠 就是沒辦法來用 因為我已經 原來他在香港用不到的 但是我 install 了香港 所以到時候 就無所用了 他其實 的原理就是 一部分機 那你有沒有防水啊 那時候 你說沒有防水 開落到嗎 多不多 四位數字 又不是很多的 我當然不是很重視 當然是說了大輪假 之後才什麼 那時候 我是有些事情做的 我在在大陸的銀行 公司銀行申請一些東西 那沒什麼做 就走出去 走出去 有些人會銷售我 你示範一次給我看 然後馬上就拿一部機 然後就入了我的手機 總而言之 我的機響他的機 就會響 就是等於一部分機 所以他就要在我聽的時候 即是要在吳國的時候 即是 那這樣才行 如果不是的話 他就會發現 總而言之 就是等於電話 所以 所以我就 在香港用 那你也試一下 是不是 你這個好奇心 我相信 你完全沒有好奇心的一個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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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有時間幫大家找一下 這個 究竟還有沒有下載的話 不是下載 放水 你買 這個不是下載 這個一定不會便宜 但問題就是 可能你八千 如果你真的做到 那你也值得 是 是 好 那我們 我們看看國內的消息 話說 你幫我犯法嗎 告訴你 一定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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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在4月29日 湖南長沙 有一間居民的自建房 就發生倒塌的事故 目前就已經有八個人出來 現在確定了第九個被困者的位置 和現場都有生命的跡象 那些人就在那裡救 然後做了很多東西 特別的就是 早幾天 習近平親自作出了重要指示 都是那些基本事 李克強又批示 那些人的防暗聲 就衝過去那裡 就幫忙救了 是 這個湖南的 其實都是很多 當時的時候 他其實是有很多自建房 是的 就是在大陸 因為你 結果你欺負 那些其實都是 其實不是很 那個叫做 不是很常見的 但問題是 他的自建房 就是 不是很好 但他的自建房 因為他那件事 就是很多人受困 而且當時的時候 其實很多 正如香港 都有很多舊樓 很危險 他有一些 我找到一些照片出來的 他的照片就是 情況都頗惡劣的 我自己的意思就是 好像香港那些舊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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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所以就是 我給我們製作者參考一下 所以他們是 極度危險 但問題是 其實世界很多地方 都有一些比較舊的重建 但問題是錢的問題 早期的時候 雖然他很矮 但問題是早期 早期的時候 建房子的質素 是監察 是沒有那麼好的 是 所以這件事 還在搶救著 希望那些被困者 都能救得出來 是 我們另一方面 又看看 這個 所羅門群島 這個 和中國和所羅門群島的 合作 和安全合作的 更新 話說 有些西方 擔心 派去所羅門的 中國警察 可能使用之前 在香港 看到用來平息示威的手段 這個 所羅門群島方面 接受訪問時表示 中國警察 是會應所羅門的要求才出動 指揮權 都會在所羅門 就好像 在當地的澳洲警察一樣 而所方 也會確保 在香港發生的事 就不會在所羅門發生 他應該有一個形容詞 類似的暴力對待 就是這樣 之類的 這個新聞報道 就沒有了一個 形容詞 就是著色的形容詞 其實就是 我不知道要說什麼 就這麼簡單 在全世界 對付暴力之中 對付暴力 對付暴力示威之中 香港算是最斯文的 對付暴力而言 香港人也算是暴力最少 暴力最假 暴力最假 就算那些暴力 就不要計算那些是自己 自己做到 自己做到 OK 即是自己給些鋼豬自己做到 OK 因為那些東西絕對不是香港 絕對不是那些鋼豬蛋 那些東西一看 你看圖片之外 不過大家都是暴力的 所以沒得說 香港人全部都是豬 沒得說 第一眼我看到 那顆蛋怎麼放進去 那顆蛋怎麼放進去 那顆眼罩裡 整方的蛋 沒可能 根本上那個物理 物理是不通的 那不要這樣說 就算我計算一個盲 人家發覺幾十個盲 我盲很平常 你做這些 即香港算是 在暴力最少 如果以相同的 鎮壓相同的狀況之中 看看外國究竟是怎麼做 現在你只能夠說 香港的 香港到最後 你不個人說 你只能夠說 因為外國你是有堅授權 你是民主政府 有堅授權 所以他還要殺了那些人 他也是民主政府 香港你是非法的政府 所以就 沒有什麼 你只能夠這樣說 如果說暴力的話 香港其實是最黑制的 所以他講這些 你不只講話 是 而比較有趣的是 因為可能香港 他們的西方媒體部 也看到 但就是我的理解 中國警察 應該在內地執法的時候 應該是比較 比較 一些手段 是貼近到國際標準一點 現在這樣說 你講 執法和什麼 這個是應付暴亂的 這個不是應付 這個 這個 不是一般執法 不是一般執法 不是執法 現在這個是應付暴亂的情況 所以這個是應付暴亂的情況 而不是執法 另一方面 原來澳洲 在當地 是有部署警察的 所以他都 不當然是澳洲 但他們其實就是因為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 就是他們懷疑 那些 懷疑那些 暴亂是西方主使的 第二就是 他們上次的暴亂的時候 澳洲沒有保護到唐人街 澳洲沒有保護到唐人街 所以 你中國人是怎樣 你中國人 你中國人就是不是人 就是命法 所以我們都要保護到唐人街的東西 OK 所以這件事就應該繼續打口水仗 但是中國警察已經會在所有門執勤 我們另外 另外 看看一宗 大一點的口水仗 話說 俄羅斯的外長 就被問到 烏克蘭的總統 澤連斯基 是猶太裔的 俄羅斯又宣稱自己的行動 幫烏克蘭去納水化 為什麼呢 他又說 這個是可能錯誤 但希特拉也是猶太血統 也有聰明的猶太人 最熱心的反右 通常都是猶太人 以色列的外長 立即譴責他們的言行 有些可怕的歷史錯誤 以及強調猶太人 沒有在大屠殺中自殺 德國的發言人都說 這些言論很荒謬 所以就有單比較大的口水獎 以色列也召見了俄羅斯的大使 情況是這樣 希特拉 他媽媽 在猶太 有錢人打工 無端端就戴了套 所以人們就懷疑 他可能是一個猶太裔 那天有沒有證明 這個很可能發生 但希特拉就找人去了 後來當然到了 找人去調查了這件事 究竟希特拉 猶太裔的傳聞 大概會這樣發生 那 習倫斯的猶太裔和 去納粹化這件事 是兩回事 因為納粹化的意思 不是代表他真的反右 反思埃夫 或者反思埃夫 他也是思埃夫 就算不是的話 納粹化的意思就是極右派 對嘛 他的意思 當然他們就是 他們是 那個叫班德拉 類似這樣 那個人就是一個反右 但那個人和希特拉合作的 那件事很明顯的 所以 他是猶太裔和 他支持這兩件事 並沒有互相矛盾 第二就是 最熱心的反猶分子 通常是猶太人 最熱心的反中分子 就是漢奸 這個論述是沒有錯的 我看不到他的論述有什麼錯 最熱心的反中分子 最熱心的反猶分子就是漢奸 這個也是對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論述是 所以最熱心的反猶分子 通常都是猶太人 這個也是對的 所以就 很多猶太人 當時很多猶太人 都是為了少少利益 而迫害猶太人 這個是一個事實 所以 現在他們就有一些外交風波 大家都打仗 所以這些都是 口水仗打 就算的 但我講到一個事實問題 沒錯 好 最後看看 據消息人士說 芬蘭決定在 下星期四 申請加拿北約 這個申請 分兩階段進行 第一就是總統會宣布批准加入北約 其次議會會批准有關的申請 而俄羅斯早前警告 如果瑞典和芬蘭加拿北約的話 俄羅斯就會在波羅的海沿岸的飛地 加里林格勒部署核武器和超高速導彈 OK 加里林格勒是一個飛地 應該隔了芬蘭加波蘭 如果加里林格勒 開武器和飛地 大概是202秒 就到達到倫敦 到達到英國 所以沒得防 是202秒 大概是200秒左右 就到達到巴黎 大家把武器都堆在這地方 但是問題是 當然如果大家炸的話 還會炸加里林格勒 對 芬蘭和瑞典一樣 但是打加里林格勒的話 如果打芬蘭和瑞典的話 就算放在其他地方都不會很遠 所以問題是 我想會先去芬蘭 那俄羅斯會不會入侵芬蘭 這件事就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俄羅斯又相信 傳統兵力不能入侵芬蘭 他要用核武器 而核武器 我覺得最危險 都是被核武器打最大機會 反而不是波蘭 是會打英國 所以你覺得他這樣加入了 其實是否會令局勢更加不穩定 沒錯 因為我想他加入北約的時候 烏克蘭都還未打完 即是他走完的姿勢 應該都還未完成 好 那我們今天兩岸國際的時間 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多謝大家收看今天的節目 記住 Like Share 和 Comment 還有記住 如果你還未訂閱我們的亞洲電視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的亞洲電視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的亞洲電視頻道